在百物上涨的情况下,只有薪水没涨应该是大家最苦恼的问题吧? 不过要是只有你的薪水没涨,而其他人的都涨了呢? 你好,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,我是主播宝鑫,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最近大家都说,百物腾涨但薪水不涨,需要勒紧腰带过日子 但是人力资源顾问机构ECA国际却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最新的薪水趋势报告指出,在减去2022年全年通货膨胀率的预测后 大马员工的薪水实际上提高了1.6% 而2023年可能还会增长2.2% 换句话说,薪水的增长正在逐渐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亚太区方面,大马在2023年的实际薪水增幅排名前五位 是增幅最高的国家之一 不过如果以全球来看,在高通胀率之下 全球平均的工资在2022年实际上是下降了3.8% 换个焦点,国际经济局势依然险峻 而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又因为全国大选而增加变数 大马头昂研究认为,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富石龙中子可能还要跌向1320点的位置 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 马股在过去半个月,随着全球大势低谷反弹 目前在1440点之间浮动 不过,杭家却对最新的策略研究报告大泼冷水 认为我国市场的内优外患还没解除 外资流向充满波动 因此大坎今年富石龙中子的目标 杭家将基本状况下的年尾中子目标 从原本的1630点下调到1540点 不过一旦内优外患的情况加剧 到时将下探到1320点 也就是接近2020年疫情大爆发初期的低点 再看另一个焦点 根据调查显示 国家银行可能在这个月3号第4次升息25个基点 因为通货膨胀的上行风险依然存在 以及借这个机会来支撑疲软的令吉汇率 外媒报道在10月25号到31号期间 接受调查的27位经济学家当中 除了两人外 所有人都预计国家银行将在11月的会议上 将利率从2.5%上调25个基点到2.75 高盛分析师则认为 随着核心通货膨胀的势头增强 国家银行预计将在明年上半年连续加息 分别是25个基点 并将利率从目前的2.5%升到3.5% 分析员表示 大选后补贴政策的演变还是一个关键的风险 如果加速转向针对性的燃油补贴 意味着会有更高的通货膨胀压力 而到时国家银行的政策将会转向银派 大马交易所2022财政年首三季 净利为1.77亿令吉 符合肯纳格投行研究和市场的预期 随着大选战股的敲响 行家预料这将推动马交所第四季的每日平均交易值 因此乐观看待2023年的整体交投表现 主要是更大的经济产出有望落实 这不但能提振市场的情绪 还能牵动在场外略为保守的投资者胃口 行家将今明后财政年的净利测分别上调2%和1% 维持跟随大势评级 目标价则上调至6令吉60仙 来看易钢控股 这家公司从哥达巴鲁医疗中心 私人有限公司的手中 获得总值2408万令吉的下部结构工程合约 大马投行研究预计 新合约可以为易钢控股贡献200万令吉的净利 其中大部分的净利将在2023财政年确认 行家认为这项新合约还在预测的范围内 因此维持净利预测不变 不过随着捷运第三路线项目的启动 该公司有望从中获得合约 因此维持卖出评级和12仙的目标价 来看金群利集团 新业投行研究在近期出席金群利集团的虚拟会议后表示 随着该集团将提高大部分的产业售价5%到8% 相信有助于缓解建筑材料价格高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 另外该集团将迎来大约400名的新员工 相信会推动第四季的净利表现 而资产负债表方面则相当的健康 截至本财政年首季净负债率为4% 行家认为如果有适合的机会 该公司还是有能力购买更多的地库 因此维持买入评级和1令吉80%的目标价 卖稣 卖稳